第五十题四九五十题组成四九题的题干之后 第五十题问 此物质与固态时的比热与一态时的比热大小比为何 如果我们的观念很清楚 数学很OK 我们可以用分钟数来代表我们吸收的热量 然后用笔的方法知道一分钟温度变化多少度 那么就由此就可以求出我们的笔热的笔值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认真努力的去算 因为他有告诉我们说每分钟供热三百卡 现在我们就认真努力来算 我们的公式叫做H等于M SΔT 在固体的时候我们有加热四分钟 温度从二十度变成四十度 所以呢我们有四分钟 每分钟供热三百卡 我们质量是一百二十公克 比热不知道S1 然后温度变化呢是四十减掉二十 所以呢一二零零等于一百二十 乘以S1乘以这边是二十 这里消掉这里是十 所以S1就是二十分之十 也就是二分之一 就是固体的比热是二分之一 那么在液体的时候呢 我们从十分钟加热到十六分钟 是所谓液态 加热六分钟 温度变化呢 从四十度变成八十度 所以再带一次H等于MSΔT 我们的时间六分钟 每分钟供热三百卡 那么一百二十公克 比热不知道S2 那温度变化呢 是八十减掉四十 所以这里是一千八百 然后呢一百二十乘以S2 这里乘以的是四十 也就是四千八百 也就是四千八百 S2 所以S2呢就是四千八百分之一千八百 所以两个零消掉 那么再除以一个六 下面会变成八 上面会变成三 所以我们两个的比热比 S1比上S2 就是二分之一 比上八分之三 那么交叉相乘就是八比上六 也就是四比上三 所以他们的固态跟液态比热比是四比三 因此第五试题问我们说 此物质与固态时的比热 与液态时的比热大小比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B4比3 好的 好的 好 OK